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来教大家如何跳古典舞 古典舞讲究行 神 进 律 首先要掌握好身孕的几个元素 提 沉 冲 靠 平移 还有 旁提 下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提 沉 冲 靠 平移 旁提 首先 我们进行盘坐 腰部要立直 不可以攻腰 把腰推起来 好 先进行沉 提的时候要从 腰椎到胸椎 到颈椎 一节一节的提起来 靠气吸吸气 靠气吸气 沉 提 沉 沉的时候也是 从腰椎开始放松 到胸椎 到颈椎 到颈椎 这是一个连贯的 连连不断的 有气吸带 提的时候吸气 沉的时候吐气 吸吸吸气 吴 吸气 吸吸气 沉 闭 沉 冲出去,冲的时候尖,不可以歪,不可以斜,保持水平状态,冲,把胸亮出来,把下额亮出来,冲,套,要回到原位,在自己的尖家骨的方向,往后拽,套,冲, 靠,冲,套,加手就是,冲,套,冲,套,冲,套,平易的时候, 然后,胯和臀部要稳坐在地面上,通过腰以上进行横移,也是肩要保持水平状态,横移,反面,横移,肩不可以斜,这样的,是错误的, 尖端正,横移,归位,横移,归位,加手,横移,归位,横移,归位, 下面讲述一下,横移的要领,横移的时候,自己的肋骨一侧,像手风琴一样,张开,另一侧肋骨,压紧, 加手,肋骨张开,肋骨收紧,反面,一,肋骨是打开的,肋骨收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 下面跟大家说一下,寒痒的要领 寒的时候,要把自己所有的器官包含在里面,它要比沉的动作要更大一些 寒痒,痒,痒,痒是把自己的胸口,上身,全都放开, 寒痒,寒 喊,痒,痒 含 养 在古典舞的身孕中 我们还需要掌握身孕的运动规律 例如 预开先合 预开先合 开 或者是 它是讲开的同时 之前要先有个合 才能开 或者是预左先右 比如说我们想往左边出发 我们的五字是往左边 要先有个右边 左边 反变的话 假如说我们想要到右边来 预备走 右边 都是有一个迂回的感觉 迂回的感觉 这样才能做出古典舞的一个韵律 比如说 预下先上 我们想向下做动作 都是有一个相反的一个运动方向 做前提 下面我们将这些所有的元素 融合到一个组合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现在先下午睡 就能回忍着 因为这个组合 осталось 不吝点赞 订阅 非常优美 我觉得学习中国古典舞 对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华人 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 都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 能够对我们中国 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